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吉古先知 我是主持人歡迎 哈囉我是大靈科 台積電嘴法說之後 哇今天是跳空大漲 狂飆了12%盤中 那現在究竟我們該怎麼看呢 能不能續爆到裡面 這樣說好了啦 台積電狂飆 12%他不是現貨狂飆 是 是美股的ADR狂飆 沒錯 但是他這只是盤中狂飆 但是收盤 他其實並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的強 我等一下拉出來 那個ADR給你看就知道了 好 然後你看 昨天台積電法說 是 很八棒很強強 對 然後呢 如果這個時候 大家才來思考說 可不可以續爆到明年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交易思維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呢 現在才這個 10月中旬嘛 對 才10月中旬喔 那我大靈哥跟你講 其實台積電在8月初的時候 曾經跌停版 對 你看一下嘛 8月初的時候 8月5號 對 你記得非常清楚 他才跌停版 到現在 10月中旬 差不多兩個月而已 對 兩個月前 跌停版的時候你在幹嘛 沒有買是不是沒有買 跌停版是誰賣出來的 恐慌的人賣出來 你現在回頭來看 兩個月前賣跌停版的人 他為什麼會去賣跌停版 這個代表說 他這個叫過度恐慌 然後你看今天法說會 昨天法說會 大漲特漲 ADIR漲的盤中漲12% 是 這個時候開始興奮說 可不可以報到明年 你有沒有 覺得很奇怪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 我們講的 交易 韭菜的思維 變韭菜了 對 所以你要去思考一下 如果你現在才在問 台積電 可不可以 報到明年 那你要去想一下 為什麼兩個月前 跌停版的時候 你在幹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講 來 首先講 這是台積電 他昨天盤中漲12% 非常強 可是他最後 他只漲了大概9.8% 然後 在K線上 是個 長上影線的 K線 那我們在技術面上來講 影線這個東西 代表說 有人在相對高跟相對低的做 賣出跟賣進的動作 這種長上影線代表說 很多人出去賣 高頂在賣 所以才會出現所謂的上影線 是 技術面 就是看圖書故事 所以他其實告訴我們 雖然他的漲幅很大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在賣 所以才會出現所謂的長上影線 沒錯 這樣解釋 合理吧 合理 有沒有學到東西 有 OK 好 既然你看台積電 ADR昨天是漲9.8% 你知道台積電現貨今天收盤 漲多少嗎 我等一下拉給你看好了 他其實沒有漲到9.8% 甚至今天還是收 黑K棒 收黑K是什麼意思 跌的意思 對開盤家你去買 收盤是套牢的 所以現貨比 那個ADR表現還要更弱 哇 這樣 解釋比對出來 你了解了吧 所以 並不是說看到法說力多 才來想說可不可以虛報到明年 這種問題 而是你要很積極想要趕快做賣出 或是做調節的動作 好 那 台積電 我剛剛說過了 你看8月5號跌停的時候 才短短兩個多月前的事情 你有沒有看見 8月5號跌停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為什麼沒有想說 台積電可被虛報到明年 我就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當時我們有去做買進 然後今天如果漲停的時候 你應該做什麼動作 我跟你講 市場的贏家關鍵 其實並不是說你對基本面多了解多厲害 是 或是說你技術面 操作很多策略多厲害 其實不是 而是在你心裡面 心裡面 對 你要去壓抑跟放縱你的 交易的衝動 比如說跌停版的時候 你是要幹嘛 你要放縱你的衝動 你要勇敢去做 買進的動作 台積電跌停 你知道多久才出現一次嗎 很久很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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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你的年齡來講 這一輩子 目前應該只出現兩次 10年一次 差不多 所以相對來講 如果今天漲停版也是一樣 這個是有歷史可以統計出來的 台積電 過去10年 過去的10年 它只出現過一次的漲停 過去的10年只出現一次 而且那個是2020年那個時候的事情 當時 ADR它漲了12% 縮盤漲12% 所以你要發現 台積電過去10年 它只出現一次漲停 所以我才說 今天 如果因為ADR大漲了9.8% 現貨也出現漲停的時候 你覺得那個漲停價 是 要買還是要賣 賣 要賣 要說它大聲 賣 大聲講出來 漲停價要幹嘛 賣 對 講得太沒有力氣了 所以 我跟你講 台積電今天如果出現漲停價 你要勇敢的去做賣錯的動作 就跟 8月5號 跌停版的時候 你要勇敢買進的動作是一樣 所以今天其實大家如果有帶我會員 我們要去放空台積電的 漲停價 敢說要敢說 這才是 有口訊為證 是的 今天我們盤前我們就開始帶會員 我們要去放空台積電的漲停價 可惜啦 沒有嘛 他 知道我要放空他了 對 所以趕快裝小 鬧鬧了 不要啦 這樣會被人家打 而且很簡單 因為我們從他過去的策略來講 你去放空他的漲停價 他很容易跌回到他的開盤價以下 喔 其實都是用程式可以回測出來的策略啦 是 所以我今天coaching就有講嘛 你可以放空漲停價 然後呢 他的目標就是跌回開盤價以下 好 OK 那今天他是沒有做漲停啦 但是呢 他確實 跌回了開盤價以下 你看今天他是收黑K棒 你去看盤就知道了 好 所以呢 就跟今天講 其實你要找的交易老師就是可以事先要勇敢跟你講 而且要勇敢做 這種老師才是真的帶你賺錢嘛 沒錯 要不然事後看著說故事 老師講那個你也會 對我也會 你也是老師 我也是老師 OK 好那你知道今天大盤是不是大漲上 我距離有400多點 對 你知道我們暴力表今天有什麼跡象 有什麼跡象 我們來看 其實暴力表是可以預測的啦 沒錯 這個是昨天的暴力表 嗯 你大概可以看出來 大力哥已經有畫圖給你看嘛 你是不是有個上下的箭頭 對 他其實代表說這個指數呢 他會在這個區間做一個上下的震盪 是 什麼叫上下震盪 如果是先漲他就是後跌 後跌就是先漲 對 所以你看昨天下午3點6分的時候 我就發 那個口訊通知我們的會員 其實暴力表昨天晚上我們知道是多方 OK 但是他漲到了目標價2360之後呢 他其實隔天也是今天 是 他就會幹嘛 轉空方 他就會轉空方 因為暴力表他是屬於選擇權的資料 他已經預測說 夜盤先漲的話 隔天大概就先 明天 就是今天日盤 他就會反向跌回來了 是 選擇權跟暴力表 原因可以預測回來的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那你看今天 期貨 就是今天日盤開盤後怎麼樣 開盤 就是今天的最高點 沒錯 有圖回證嘛 開盤就是今天最高點 當大家還在 信鋼彩列 想說台積電昨天晚上大漲特漲 今天應該也是 現貨跟著一直往上噴 你看 結果期貨一開盤 就是今天的最高點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待會員了幹嘛了 因為包力表說今天轉空嘛 對 我們去待會員幹嘛了 放空 放空 733 然後 目標652 是 時間很快喔 就那一根K棒 就賺完了 哇 開盤 一打 直接就賺到了 嗯 一切是不是都是包力表可以虛心預告 沒錯 可以讓你預知 那這一週呢好幾大林哥視頻講說區間盤的策略 因為它是拉基盤對不對 沒錯 拉基就代表它拉全值股 然後呢 拉基盤就是在出其他的股票嘛 所以你要做買進的標的股票呢 基本上就是鎖定全值股 我們找全值股 最簡單 全值股就是 F5 電子的前五大嘛 F5嘛 它裡面有一棒 它最後會 開始做 補過高 因為它是落後股漲 嗯 所以 你不要去買那種追高的 你買追高今天一定全部又掛掉了 是買補漲的 我們來看看 一樣我拉圖給你看 加均指數還有其他F5 紅線就很簡單 螢幕給了解的 看得出來 本週 加均指數是不是過紅線的高 是 台積電有沒有過高 有 鴻海有沒有過高 還沒 沒有嘛 還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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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聯發科有沒有 有 然後底下有個白圈圈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交叉黃金交叉 好聰明的小學生 昨天前會了 是不是講月線跟季線的交叉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三檔裡面 目前看起來 台積電不講嘛 因為它最強 OK 聯發科是不是 畫面看起來這三檔 是相對比較強的 是 結果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黃金交叉是最近 就是比較落後交叉的 OK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其他的 廣達強不強 強 非常強 今天收盤是本週最高 還是創新高 你看那個位置就知道 這裡面 廣達是最強 然後台達電呢 它本週也是過紅線 也是高 所以你看 這五檔裡面其實強的就是 只有廣達跟台達電 還沒交叉的 然後 對你都把答案講出來了 然後 月線跟季線沒有交叉的 都是F裡面最強勢的 那你看那個 右下角我有畫 今天的掌跌壺 你看就知道嘛 誰最強台積電不說嘛 那你看是不是 廣達 對 台達電 沒錯 就他們兩個 就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特性是什麼 就是沒有交叉 沒有交叉 沒有交叉 這是送分題 是 那你看廣達都已經漲到最高了 那你看 你要去買那個 漲最高的 還是買那個還沒有漲最高的 當然是還沒有漲 對嘛 所以是不是送分題 答案都已經寫好了 連分數都打給你了 大家都知道該怎麼做了吧 標的都是誰了嘛 所以我就直接跟你講說 F5就是2308 台達電 夏里達電是最強 然後呢 他的目標是什麼 黃金交叉 他會漲到月線跟季節黃金交叉 就這麼簡單 因為大家都都交叉了吧 就唯獨他跟廣達還沒有 廣達已經快要接近了 串丹還沒交叉 對嘛 他還沒有補漲嘛 所以你要不要趕快去買他 要 就不簡單 簡單 怎麼買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台達電不是今天跟你說要買 對不對 上週 節目上就已經公開送給你們了 10月11號的時候 對 公開送給他就擋了兩天 然後我們 10月17號 代會員繼續做加碼 買在 加碼當天的最低 今天 昨天的Linead我也寫了 穩定的送分題 台達電有個漂亮的加碼機會 今天我們代會員繼續做加碼 又買在今天的最低點 就這麼簡單 你為什麼不來問 為什麼不來問 你為什麼不來參加 為什麼不加Linead 對啊 送分 一把分的東西要送給你 你又沒了 好 今天節目最後這個 區間盤 很明顯 大盤就是區間盤 除非你 不相信那個下跌簽加 是跌假的 是 區間盤 我們包裡表要怎麼賺 賺這個轉折 台達電下週還有一個 最後一次的加碼點 為什麼呢 因為 還沒有交叉嘛 沒錯 他下禮拜之後才會開始漲上去 做交叉嘛 目標就是 警察 警察 好 你想要知道暴力表 你想要台達電 就幹嘛 加入大鱗哥 Linead小鼠815 UKOCC 或是撥打專線 027725 1500 都可以獲取最即時的資訊 以及暴力表 OK 好那 今天的旗鼓先知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到實地擇房產業 旅財周刊頻道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旅財周刊 讓你賺盡第二份薪水